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小胖冰冰在美国 我是最终美国所有的房产经纪冰冰 小胖不在 为什么呢 因为小胖已经去工地去等我了 今天我们要去一个什么工地呢 大家知道因为之前我们做了很多翻新屋 包括我自己的房子也做了冰冰冰 然后卖掉了 做完冰冰之后呢 我们很多客人感兴趣想跟我们一起做 今天我们就有一个家庭这样的客人 他们在Smarino在2017年的时候 我们帮他买了一个200万的房子 但是占地超大 有2万多尺 他们这个房子一直在出租的状态 但是因为他们全家呢都搬了尔湾 而且还买了几个房子吧 另外一个还跟我是邻居 然后这一次呢 他们想把Smarino改造了 之前我们跟大家提过ADU 因为房地很大嘛 现在又可以加盖ADU 而且可以卖 我们想盖一个ADU 然后把老房子改造成新房子 我们再出售 这样的利润就会很大 因为我们之前算为比这样 他那个房子买的时候呢 大概是220万 如果现在卖呢 因为Smarino的升值 没有这边多 没有尔湾多 现在卖呢 估计是290万 但是如果我们加盖ADU 我们的面积变大 我们的房子也可以变大的话呢 那利润空间就更大了 所以这次呢 我们的客户拿房子来跟我们合伙 我们一起来向Smarino City 去审批ADU 然后加盖 我们一会儿就去给大家拍一下 他们从这儿拐过去 就是大地 大地才能加盖ADU 跟小胖会合了 大家看看我们后面 全是大地的房子 因为我们在Smarino 那我们这次呢 是跟客人合作的 客人出房 我们出加盖的钱 然后我们出力 然后我们帮客人卖 这样的话呢 双赢客人挣得多 我们也可以赚一些钱 是的 没错 那今天呢 我们请到的是棕楼建筑的 两位设计师 没错 跟我们一起来看这个 其实之前拍过他们了 然后呢 跟他们一起看之前呢 你再跟大家讲一下 ADU的规则吧 ADU呢 其实在目前的加州呢 已经被广泛的认可了 就是说从法律层面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房子 只要是独栋别墅 都是允许 是被允许盖ADU的 没错 ADU的面积呢 从150尺到1200尺之间 都是可以盖的 那大部分的生前 都会盖800尺的一个ADU No no 是这样的 我查到的啊 就是Somarino这边呢 是最多 maximum是800 但是如果你想盖到1000呢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房子 因为我们房子也想做改造嘛 你房子多盖出来 你就要少盖200尺 对 然后把房子的200尺放在ADU里面 没错 对 但每个城市呢 它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没错 然后还有ADU 还有一个退让的问题 就是你盖房子的时候 前面退让的话 头长是20尺 后面退让15尺 左右各退让5尺 那ADU就没有这个要求 ADU的退让只有要求4尺退让 没错 然后大家看我们的房子 前面也大 后院也大 我们一会给大家去后院拍一拍 然后我们的设计师们也来了 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我们因为有租客 我们先从院 侧院进院子看看 看这个房子前院很大 然后有特别大的松树 我们从这边呢 去侧院 先看看院子怎么改 因为如果改的话院子也要改 院子改完以后 后面看ADU的位置 家在哪 还有这个主体的房子 怎么往外扩 小胖最喜欢这种大院子了 我想数多的 对 当时买这个房的时候 你还没来 对你还没来 对我帮客人买16年 然后你觉得家在哪 比较好 这个大院 我要加的话 你看啊 这个房子 目前的房子在这 等一下 你往这边站一站 这是车库 对 这是后院 对 对 我觉得要加的话 加的那个角度会比较好吧 我也觉得是 如果我想加的话 可能加在那比较好 但是我想把车库往外推 往外推 对 就是车库能不能推到门口去 然后那块加一个 你看隔壁院子做的话 是把这块直接做成车库 风险 路口从那边进来 那如果这个方案的话 就把这边做成车库 这边推倒 从您建ADO 对 但是那儿就不好看 ADO在这边会比较好看 就比较协调 到时候看建筑师们怎么做吧 然后主体的话 我是觉得 应该摆在那儿给它拉平 对 拉平以后就 客厅都能做大条高 跟Towbrother一样 对 对吧 对啊 上面还得做 好 那现在地块看完了 看看这里是有什么意见 为什么有什么意见 你能住房了 给你们硬书口 对 就是这块地形目前看来比较长 就是能实行的 而且这个整个 总站立面积 它的这个形状大概是厂房形吧 然后那就是这两种 ADO的形状是吧 就是格局 就是这种 2-bedroom加两个 2-bedroom 或者是3-bedroom加两个 我觉得够了吧 对应该是够了 因为可能Bedroom越多 刚刚你们说不是 比如说 对了 可能车库还得加 是不是 可能会再多一个单车库 单车库的话到时候 跟他combine在一起做一个 说不容易 我们之前好卖的 不是好多都是那种 就是它是一个套间 就是客厅和一个半 对 然后加个厨房 我觉得那样会更好 对 我也想说 这个有一个可以选的 就是说你是做一个大套间 有客厅 有厨房 有那个卧房 对 还是做一个两室一厅 两室一厅的话 可能每个房间都小一点 对 但如果做个大套间的话 那个单独租的话 也会比较 对 如果是我 我可能希望做一个单独的大套间 而且只算一个半 然后那我们主房就可以 推大一点 对 对吧 对 然后这个地块呢 是 R1 现在是R1 R1 对R1 R1地块 那所以呢 如果要建的话呢 如果目前房子是四房 如果我们建造六房的话 就要加一个车库主 对 如果建造五房的话 那我们 他可以去市政府 去申请一下 看能不能 搭个棚 搭个棚 简易的房子 也能解决这个问题 对 我们一会儿可以进屋里再看看 就是里面怎么改 对 那建ADO的话 成本大概多少 就是费用 每个区域的话都不太一样 那比如说这 大概是吧 就多少到多少 一尺 三百多 三百多吧 对 就可能大家心里会有个数 就是如果您建ADO的话 就大概 可能比如说 在尔湾可能就贵一些 这边便宜一些 但是Marino regulation也特别多 对 但是 这也要插一句 这也要插一句什么呢 就是目前因为新法过了 过了不是说这个ADO可以单独卖吗 那你建的时候就有两种建法 一个是你用原来的电力和下水建成一条的 那这个情况你没法卖了呀 对 如果你要申请一个重新申请有TTT来连的话 那个费用 对对 所以咱们规划的就是咱们不单独 咱们不拆成两个卖 咱就是一个 我们先进去看看里面怎么改造 这个现在我们是有租客的 然后我们进来看一看这房子 这房子一进来 其实格局还可以 对 这边是客厅 客厅 我们去客厅看看 对 这是客厅 然后 这边一进门 这可以改成一个卧室 然后现在做办公 里面是卫生间 对 对然后而且他带自己的卫生间 带自己的卫生间 然后这边就是餐厅跟厨房 我我特别喜欢这个门铃 这个命令是特别老的那种 我们上楼上看看 这个意思是把这边先擦呀 哦 那就是说如果要往外推的话 那那边这个墙就是主卧后面的那股墙 全部要推点一直推到那个 对 所以我觉得说咱们结构能不能 也可以改了里面 对了 如果如果要都加改推 我觉得就把结构也改了 对没错 对对对对对对 楼上一共四间房 那边一间这边一间 然后我身后还一间 这些我们可能都要改到时候 房子还有个地下室 因为我我我我我跟肖可进过 这地下室里航空机就是设备 是吧 就是 地基他刚看了 在那里面 这个地基怎么样 这个叫地基叫raest foundation 这个是老的那个就是 就是他悬空的似的感觉 悬空的话就主要有两个吧 一是mode seal 一是mode seal 现在的就是现在的现代式建筑权是mode seal 这mode seal你看他把所有的管道就基本上就比如水管啊 飞水管啊然后热管方管全全是烫了之后从下边这样的话就是他整体维修方便 人们从那管拔起来 他就能用了 哎我见过这样一个房子 呃在旧金山我一个输入的房子 他那个地基不是就是有点塌了吗 他就自己钻进去给他顶起来 拿了一个就给他拉起来了 看哪塌能做 这个地方他还后来做的加固 你看现在是金属的 哦 他应该是这个下面才做了一部分的加固 哦对 现在前面看完了去后面看看那个车库邻居家怎么改的 然后呢那看完这个呢就是以后比如说我们客人想买这种大地的房子 那买地该买什么样的 首先呢这种地就是我们客户这种地非常好的 特别的原因是前面和后面都有路对吧那如果说你买了这种地的话呢 你想把它拆分了单独卖的话 也好卖 对吧 一个从前面走一个从后面走 对 而且呢这个房子呢地要方整 就是说尽量前院小后院大的房子 盖地又好盖 没错没错 而且他前面的房子他也可以就是加建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丑呢 而且森堡里头这样的城市上你在前面加的话 盖率也小 就批的盖率也小 对对对对对没错 而且我觉得这个地行就为了加盖买的 可不是吗 可不是吗 对他是back garage 然后往里面再推一个房子出来 对 然后他这垃圾桶够外面了 但我觉得这个房子设计的好 还是把车库放这儿了 对 这个是这个房子的车库 对我也喜欢这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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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是个大平层 你发举的那么香 Snow 我跟你说你吃它那柚 它柚子好吃 我说刚才让你拿一个柚子 我刚才问的意思就是拿的 能拿呀 不好意思 好了我们的设计师们都走了 我们初步定的方案呢 因为如果要全部都翻新的话 就贵很多 大家要一百五十万 对对对 一百多万 所以我们就又想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看看能不能实现 对 如果大家就是有任何的 你有比如说这样的老房子 大地的 你想找靠谱的人合作的话 其实我们都可以这样做 对吧 是的 对 而且我们觉得我们也是蛮有经验的 对那现在呢 我们就去跟我们的客人 我们去吃个饭给大家探个店 先卖个关子 这个餐馆呢 还不错 很清淡 很清淡 对 然后呢 而且味道也很好 而如果下次您来盛盖博这边都可以去 那我们一会餐馆见 走 今天我们来朝乡吃牛肉粉果 大家周三休息 我们点这个牛杂 这个牛杂好吃 但是我特别推荐 要单点它那个牛肉 对 它牛肉特别的 是吧 对 潮汕的嘛 潮汕人吃牛肉特别酱 对吧 是吧 我们上的客人就这么说 对呀 上的那个客人说什么 说那个 他们在潮汕吃的牛肉 早上起来献杀的牛肉 然后当天就吃 对吧 我还吃甜的就是 我点了一个 双皮奶 因为我之前在 在茶餐厅哪点的双皮奶 特别难吃 就是蛋糕 我尝尝这个 上的那个还没我自己做好吃 我平常都自己在家做 好吃的 你尝尝 是我做的 我自己做的味道 是 你还会做双皮奶呢 我会啊 我真的会 很厉害 是吧 就是今天在家 自己做鲜奶一样 就是北京 北京那个 对 北京那个双皮奶 双皮奶是北京的吗 反正我们北京 反正我们北京有 你知道什么叫双皮奶吗 双皮奶 还真没研究过 但是好吃就行了 双皮奶 我做过 是因为它要留两层奶皮 一个是牛奶奶皮 一个是蛋清的奶皮 双皮奶是牛奶跟蛋清做的 对 哎 好了 然后呢 而且只能全制牛奶做 全制牛奶才有奶皮 拖着牛奶是没有奶皮的 对对对 哎 我们的锅 因为我会做 我爱吃 我也爱吃 我们的锅上来了 牛杂锅 我们点的西洋菜 豆腐 火条 牛舌 没那么 没那么 新牛 新鲜切牛肉 牛肉丸 咱们的牛肉丸是自己手工做的吗 哎 这一张 哦 我今天懂 小胖每次的小料都是这样的 跟你不一样吗 不一样 你爱吃的跟我爱吃的不一样 你一会先尝尝那牛杂吧 好 看 这豆腐很好 是吗 好吃 点评一下 牛棒很好吃的 是吧 而且我觉得 它的这个汤的味道也不错 是吧 小胖你尝尝那牛肉 尝尝 我的感觉是很嫩 是吧 对 我觉得下次可以推荐 那个我们那个 淘州的客户 牛舌是你的最爱 对对对 是他们家牛舌 而且他家牛舌是切的还挺厚的 不是好多家那种 特薄的 特薄的 我不喜欢啊 能咬动对吧 牛舌味儿 牛舌一切后容易咬不动 我觉得 还行还行 我觉得牛舌还行 您觉得咬不动吗 牛舌 没问题 那种东西 我觉得很 嗯可以 其实它挺嫩的 对它挺嫩的 我觉得牛舌挺嫩的 你尝尝那金钱 不味道 很有肚味儿 对 这家小饭碗就算是比较重 对对 没有怪味儿 真的 觉得来他家 就不用买大份的果条 当晚这个才4块钱 咱们这一份 大份要15 4块钱 咱们就够这么多人吃 而且还能 而且还都能吃点别的 对吧 对对对 好啦 吃的 宝宝 也好 对 特别推特别推荐这家 就叫这个 叫这个 叫这个 记住了 朝乡 对对朝乡 然后他每周三休息 我们会把那个地址发到后面 那今天给大家拍了AD 又拍了好吃的餐厅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联络我们 而且大家想 跟我们客人一样 合作开发 合作 Flipper的话 我们都热烈的欢迎 对对对 那好了 我们下期 耳门生活见 你还有什么要做 拜拜 拜拜 拜拜